Hello, 大家好, 我是 Mr. Munso 今天會為大家介紹S2 5th Class from Exercise 11a 圓周和圓的面積,例5 以知一個圓的直徑為12cm,求他的面積 圓面積當然就是看這條色,圓面積就是pi r 二次 即是pi乘以半徑的二次 直徑就是12,所以半徑就是6 你寫12 over 2,可以寫6的二次 最後當然你會乘到113.10cm 準確至兩位小數 到B,以知一個圓的圓周為45mm二次,求他的半徑 又是,寫下最重要的訊息就是面積等於45mm二次 面積有沒有可以換走,沒錯,面積可以換了pi r 二次 好,這樣就可以計算下去了 當然你有責任就要說R是什麼 切圓的半徑是rmm 好,接著下一步做什麼呢? 下一步當然是左右手除2pi 我們經過了不是定理過課 都玩了很多次了,怎樣處理的二次 我們就會取開方跟的 OK,接著按完計數機,這個是3.78 留意,由於題目是問求他的半徑 所以你一定要寫下總結 噢,那個半徑是多少?3.78個什麼? mm,寫回單位了 好,又說完成了,我們看看這個即時練習五 好,請你Post Writing 然後做完之後回來一起對答案 好,多謝大家了,我們審一審題 A,以知一個圓的半徑為10.5米求他的面積 該圓形面積當然是這一條式 A等於pi r 二次 但是留心了,R是什麼? R是半徑,我們永遠都要查清楚 噢,半徑為10.5,好 那我就有100%的信心 放10.5在半徑的位置 OK,那10.5的二次就是110.25 那不要忘記那個pi抄下來 因為繼續都要整個pi 那最後你會計出那個近似值 就是346m2來的 就是平方米來的 因為那個單位是米,開始的時候 OK,好,那你會問我 為什麼這次你最三百有效數字 如果題目沒有講明的話 那我們就根據整份作業 第一句就說 如果沒有講明的話 我們就會取三個有效數字 好,A part搞定了,到B part 以知一個圓的面積為100cm 求他的直徑 我們當然把最重要的資訊寫下 就是圓面積等於100cm2次 圓面積怎樣計算? 圓面積就是pi r 二次 我們把圓面積換了pi r 二次 當然,你要寫切r為半徑 第一步不用想,除了r的對面 然後怎樣對付二次 我們就用開方根 這樣r大概計算是5.64 最後你記得做總結 總結的時候 哦,所以 該直徑就會二乘回無理數 即是5.6幾那個 不過呢,我不喜歡用近似值去計算的 所以我索性就是二乘回那個根數 就是100 over pi 那就會計算到近似值是11.3cm 好,那又說就完成了 好的大家,拜拜 拜拜 拜拜 中文字幕——YK